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的预期之内了 因为其实从这两天金融指数 带着指数攻击3300点 很多人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就算站上3300 你也走不远 因为没有赚钱效应 没有领长主线 更没有成家量的配合 这个调整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它 咱们来梳理一下 挑战3300已经是有四次了 所以非常明显 今天没有再次攻击3300 因为不管是在资源 还有金融 亦或是之前的大消费 其实都没有更多的上行的动能了 而我们说具备市场向上挑战攻击的 这几个重要要素 今天依然没有出现 总有一种比较混乱的感觉 成交量24000亿 赚钱效应28 而且比昨天还要低 所有的指数都是下跌的 主线也特别的混乱 那么上阵指数 今天是踩了十天线 所以从目前这个位上来看 向下调整的空间会有多少呢 其实指数调整 个股没有赚钱效应 大家我感觉也没有更多的心思 去关注这个市场了 也觉得没有什么系统性的风险 以稳为主 但是找机会 其实也是应该我们要做的事 所以一会儿呢 我们还有一个全新的话题 在我们今天的金色六点半当中 和大家来互动一下 行情无聊 我和你聊 当然是我们现场的嘉宾 还有我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 对于当下这种行情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有什么样的困惑 你有什么样的疑惑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你想知道什么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现在来和我们互动 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 或者说是声音 稍后呢 我和你聊 进入到今天的金色股市吧 咱们来看看金请到的几位嘉宾 他们对于后事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调整来了 到底调整幅度有多少 空间有多少 时间又有多少 今天请到的三位来宾呢 分别是田青 季晓军 还有王立敏 欢迎三位 在我们微信上的互动 大家现在就可以踊跃的 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你想知道什么 稍后 金色六点半 我和你聊 简单来看一下吧 今天市场是全线下跌的格局 0.49的跌幅 3271 收盘点位 中小板和创业板也都是跌的 再来看一下自然涨停 今天很有意思 你看指数是悉数下跌 但是自然涨停 今天竟然有21个 而且是在刺新的龙头被临停了 而且连混杆的龙头 也是大跌的背景之下 还能有这么多涨停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我们来看一看 对于指数的一种判断 先来听听田青的观点 怎么看待今天的这种下跌 是否意味着调整来了 空间会大忙 好的 那么其实对于今天的 包括这一周的一个排名的判断 我更多是这样认为的 也就是说 主板看强非强 而中小板看弱非弱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分两块的 那么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大家去仔细去看一下 我们周一叫冲关 谁来冲关 金融股 保险 银行 券商 但是呢冲关失败 因为为什么 没人响应 也就是说 我们护生三菱有人响应吗 没有 没有 我们可以看国改 也没有预期那么强 这是第一点 然后我们看 资源谷呢 大家可以看到 黑色系 螺纹钢 煤炭 焦煤 小金属 大金属 都处于一种横盘 甚至于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 资源谷的逻辑 也受到了一定的质疑 这是一个 那么其他的我们再看 那么我们小票能不能带起来 就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情况 最近呢 小票呢 虽然说 没有一个明显的热点 也就是我们看到 其实并没有主线 其实这个三间三是冲击失败的 但是呢 还是有些细节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这一段时间的一个 我们先去看 它的调整的质量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在调整过程中 我们可以发现 几乎没有自然地停 很少 我们来看一下 请你做了这几天的一个对比情况 是吧 8月21号 我们看8月21号的这数据 这是我们这周一 这周一是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赚钱效应很大 也就是说 我上涨的品种在69% 见我们不看了 我们从调整那天 周二开始看 周二 好 我们先把目光放到周二的这张数据当中 我们发现一件事 第一个 今天说到一个涨停板 今天涨停板 我看到也是有39家 除去新谷以外 我们可以看到 它自然涨停板 也是基本上跟周二差不多 也就是说 涨停板的数量没有变化过 那就说明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 资金没有非常的一个恐惧 另外大家再去看一个数据 我们看两市下跌 共计 当时我们看基本上是 66%的一个下跌 这是周二 这是周二 66.4 也就是说 我买的股票 三分之二是概率是下跌的 对 所以大家觉得这种难做 我们再回到周三 56.9% 56.9% 下跌的也比较多 今天我们看 由于全线下跌 所以很像指数 今天其实是下跌比例 最大的一天了 但是 我们这地方要看门道来 我看下跌的质量 怎么去看呢 我给大家一个数据 可能我在上面没有 22号 23号 23号 24号 包括今天 连续三天 下跌的中位数 是在2%至3%之间 也就是说 很简单 我们复盘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情况 我复盘看最后一版 我的跌停板数 大家可以发现 超过 今天有超过5% 有几个 但是基本上 大部分都在5%以内 其中绝大部分是在2%至3%以内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我们的看似弱 其实也不弱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没有热点 我们能够承认 但是也没有明显的资金说 在这个地方 我放弃了 不做了 也没有任何的证据 能够表明 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是不是这样理解 就是说大盘 你说的是四强不强 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一周 其实是在50 尤其在金融股的带动之下 我们去尝试地冲关 所以你看到 其实50是最强的 然后300 那这种强 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是吧 第一3300我们也没站上 第二也没有领展主线 也没有成交量 也没赚钱效应 但是我们这一周 感觉到的什么 创业版比较弱 中小创去调整了 你看已经是 五个交易 六个交易日了 而且是三联因了 但是你觉得这种调整 其实不弱的 因为大家下跌的幅度 不是很大 也没有很恐慌 所以下跌的质量 其实还比较高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没错 所以你想说的 如果是结论的话 就指数这边 虽然弱一点 其实是一件好事今天 是吗 你觉得机会 可能慢慢会来了 能这么理解吗 确实是这样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从今年以来的 整体行情 仍旧是四个字 叫做存量不异 也就是说 我没有明显的增量 这个大家去看一个数据 叫做两龙数据 两龙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跟行情 成定的正比 特别是我们前期的 叫做主板行情 也就是我们看 无论漂亮五菱 资源古一号 也就是说 大部分的 融资融券的品种 和护生300 有一个比较大的叠价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护生300 再次接近3300 那个商量指数 再次接近3300年的关口 但是我们的两龙余额 也在上升 但是背离了 因为为什么 我的下面的柴火不够 我无法把你这把火 马上再去点得很旺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一个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这些 我们看这些指数 是不是它要完全退出呢 就是我们也可以发现 其实这些高位的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一些权重个股 它还是起着一个 高位所创的一个作用 所以从这样一个 大的结构来看的话 我们还是有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 很有可能 部分的资金 它会像水一样 由高往低流 它是一种逐利的一个性 所以对于最近的 整个一个盘口 我个人还是比较觉得 就是我们所称的 我指数 大家看上去很强 但是并不强 因为为什么 它开始逐渐往外流了 而我们所看到的 没有热点 小票起不来 那个没有马上起来 但是它却不落 因为为什么不落 很有可能 它在吸纳水的过程 就一个是往外流的 其实一个是慢慢流进的 一个是在流出 一个是在流进 所以你看着这个行情无聊 你看着可能调整要来了 但实际上 在你看来 是孕育着一种机会 稍后我们就来说一说 我在微信上 我看到也有很多人 已经开始 这个说行情无聊 要跟我们来聊点什么 还挺多有新颖的东西 一会儿咱们来 好好聊一聊 来听听季孝军吧 怎么看待 这个调整 你怎么把它定性 觉得是真的来了呢 还是说其实是机会 在孕育的一种过程 首先我们要分开看 第一个是大盘 我平常大家 定的上证指数 第二个就是创业版 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看着大盘的话 指的上证指数来说的话 那么今天 那么是进行了一个调整 那么本周来说的话 其实还是呈现了 这么一个 互强深入的一个格局 就是说上证指数 大家创业版 包括深层指数在内的 都已经开始 连续调整几天了 那么上证指数 还是一直往上攻 但始终是没把3305攻掉 就是没创新高 那么这是一个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一波的创业版的反弹 从8月份以来 这波的反弹来说 创业版是创了一个新高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是 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所以说没有说 很想象的那么恐惧 主要还是因为 它现在调整 是出一种正常的调整 没有出现这种恐慌性的调整 一般情况下 连续超过三天以上的调整的话 基本上都会出现这种恐慌 特别是小票 那么现在目前 是没有看到这种状况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的话 我们从这创业指数来说的话 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说 按照2638反弹的节奏来说 一般情况下 是到34个到55个交易之间 可能会随时结束的调整 但这一波的话 我们看到从3016到3055之后 这个3305之后 我们所看到的是58个交易日 那么随后才出现了 这么一个震荡回落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 似乎感觉这是要进入一个尾声 但是这个上证的反弹 还不能够去确立 就是说它这个节奏还不能够去确立 这是我们现在存疑的一个情况 这是后面我要去看的一个过程 那么从这个创业板角度来说的话 那我觉得创业板目前所走的这个时间来说 那么到今天为止 也就28个交易日 从T20提号 因为它的见底是在T20提号 如果按照2638的反弹的节奏 我们按照34到55个交易日来说的话 创业板可能这个反弹 可能至少还有一个星期的以上的反弹时间 就是说它还是有一波反弹的机会的 所以从现在来说的话 我觉得对创业板 我并不是非常的去看空 或者 那么可能接下来 它有可能会提前出现这种反弹 因为在8月份也是出现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之前大家都觉得 上证要调整的时候 创业板肯定也要调整 或者上证很差的时候 创业板更差 那在这8月份 我们在最近这波 之前的反弹看到 上证的时候在调整的时候 创业板在逆势上上行 那么只是说创业板提前做了一个调整 但它创了新高 创了这个 就是18 它之前是一个1844的高点 对对对 它创了这么一个新高 那么现在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们觉得 从接下来看的话 那么可能上证的时候 可能只是刚刚开始调整 但对创业板来说 它已经调整一段时间 然后它随时可能会有反弹的一个机会 这是从我们从28个交易时间来说 从它的反弹节奏来说 时间来说它是不够的 就是觉得创业板 现在是它是先调的 其实它是先打掉 对应上证指数3305那个高点的 就是1845 然后它进行了调整 然后现在你是觉得创业板 已经调得差不多了 是吧 下方我是看20均线的支撑 20均线 其实就在这个位置上 差不多 对对对 然后创业板有可能是先调的 先起来 而主板在这可能会展开它的调整 其实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什么 这个调整你要怎么看了 之前就怕只要主板一调整 创业板肯定调得更深 是吧 主板长得好 创业板长得少 主板调得深 创业板跌得更惨 但是好像从7月17号之后 你是发现 我们从这个走势的对比来讲 也明显感觉节奏不一样了 所以现在这个寄希望 是不是重新回到中小创当中 先调的 能不能先起来 来看看王立敏吧 您怎么看待今天的这样的一种调整 对 上周我节目的观点 就是对上证指数 从3300创新高 其实是存疑的 我觉得是小概率事件 那目前来看 从今天走势来看 最高是差了三点左右 那我觉得上证指数 摸3300点 未果回调 那创业板指数 其实我们可以 这两个其实对比来说 就是创业板指数 在1840点附近 其实也是一个 这个莫高回落 同样的 其实从日K线的级别 我们可以放 把它们放在一起 可以对比来看 同样是有种双头的 那个样子跟态势 但是它位置不同 上证指数 其实我两个字来概括的话 有点恐高的双头 大相顶 对对对 然后创业板指数 是一个消化前期 成交密集区的 这样一个双头 所谓的双头 它其实后续 那因为是所处的位置不同 有可能未来的结果 也会不同 所以今天对指数的 一个结论 第一个我认为 上证指数调整 有可能短期之内调整 才刚刚开始 有可能去考验 3230点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我觉得这就是 有可能未来还有 上证指数 还有40多点的 一个调整幅度 而创业板指数 因为刚才前面嘉宾 也点到了这个节奏的问题 我觉得再强调一下 正是因为创业板指数 为代表的 它的一个小票的走势 已经与整个权重 上证指数 已经早了两三天 而且它其实 从成交量的一个 这个变化的一个形态来看 也是不一样的 上证指数 其实是 即使今天下跌 也是没量的 就可见就是说 现在对场外的资金 暂且不论 场内里面 在承诺的过程中 其实也是有这种观望情绪 逐渐变浓的这种态势 而创业板恰恰相反 创业板今天虽然是收音线 但是它成交量是放大的 如果把分时打开来逐一 来对比 看分时的结构来看的话 其实有每两波下跌 伴随着成交量反大 有人说是不是 也有这个所谓的获利盘 或者说恐慌满出来 那其实因为它总体位置偏低 所以我更愿意理解为 在分时这个形态的走势中 下跌的放量 它的买盘的主动性是具有 对未来行情更有主导意义的 所以总体上我判断 就是说未来一段时间 那个所谓的上证指数 跟创业板指数 两大指数的一个节奏的轮换 又会进行到一个新的阶段 今天盘面中 特别主板指数 因为是成交缩量 而且是收了一个 相对近期来说 幅度有点大的阴线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 观望情绪 也许主板还会继续弥漫 而创业板呢 因为已经调了三天 风险释放 而且在下跌过程中 又有成交量的放大 不排除短期之内 创业板会又引领 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 上一个新台阶 刚才也列举了 目前总体上指数全部收益 但是在赚钱效应 自然涨停方面 一点都不示弱 所以说可以导出一个结论 就是最近上涨的 最近在走独立行情 是一些对权重影响不大的 虽然从盘面中 有部分的 今天像银行也在带指数 但是真正的就是说 有可能各股的主战场 还是在一些 目前不带指数的一些 中小创的一些小票上 就是你们三位都倾向于 可能接下来是由创业板 来引领这个市场 甚至刚才田田也说了 主板看似强 其实不是真的强 创业板看似弱 因为调了几天了 但实际上不是真的弱 这是对于一个 整个指数的趋势上来看的 那我们就来说 细分一下吧 说说里面的细节 能不能支撑 你们这样的一种判断 田田也做了挺多的比较的 如果说主板这边 暂时歇了 其实它歇没关系 大家也喜欢看到它停止 问题就怕它一歇 拖后腿了 如果人家调得深了 对吧 你说创业板 难道在这能走 自己的独立行情 不可能 因为肯定还是要那边稳 然后这边才能找 你看得到这样的现象吗 现在 第一点 我还是这样觉得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一定要确认 我们是一个存量 对 存量 那么也就是说 存量博弈 它是一个很明显 就是说我拆东墙补西墙 对 也就是说我东墙补不上 我要去补西墙 我肯定要拆了东墙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提 因为很明显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步没有明显的 就是我们从保证镜来看 没有明显的一个新增的 一个介入的迹象点 那么基于这样一个判断 也就是说未来 这样一个判断不变 假设我还在拒不起行情 那么对于资金来说 我肯定要从前期的 高位的品种往下 所以我们看前期高位有哪些 第一个就是我们所称的 大家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里做了一张数据 这张数据非常表明了一个情况 它是大家去看 今年涨幅比较大 分别是比如细分食品 细分食品是什么 其实我们很好研究 茅台嘛 茅台贡献的嘛 第二个中正消费 这也很好 我们看白电 消费白马 消费白马 对吧 我们看近一年涨幅是25%以上 这种指数已经 大指数已经非常漂亮了 而我们再看往下看 其实我们看中正银行 连银行都12%了 我们可以看到 工行都创了新高 对 大家可以看到 包括上证50上证180 这些都是叫大指数 那大指数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白马嘛 对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 这是一年 我们看近一个月 这地方就出现细微变化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细分食品外 其实我们看除了白酒以外 包括部分的消费品以外 其实大指数都是在翻率的 对 也就是说 进入8月份以后 它的步伐开始放缓 这是一个很大的决论 这是我们的一个数据 另外的一个就是 我们看到格雷姆一直用的 就我们看到投资大师 叫做PE乘以PB的五分位 这是什么意思 它是指相对的 我们所称的 我能够去除PE跟PB 对我的干扰 而进行一个相对的 供应成绩 它是对一个保守的投资者 所看的一个东西 大家可以看 这些大指数 都涨了已经不少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资金什么 他认为是不是水位高了 我们第一个得出了结论 好 那么我们再看小票品种 叫做细分子行业 细分子行业 我们就可以认为叫小票 对吧 我们看各行业的细分子 细分子行业龙头 或者是我们可以看 都只能在这儿 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 他们的近一年非常可怜 就我们可以看到 最惨的叫做生次辛苦 太惨了 四十多的对付 大家感觉 涨得最好的一个板块 它调了41.5% 生次辛苦 这是调整最大的一个板块 但我们看近一年调 但是我们看 这一个月不一样 这一会他们全部翻红 并且我们看到中正 一些小票 互联 移动互联 传媒 中正100 1000 应该是 注重1000 板块 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 那个 要你命3000 突然变得量力 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其实大家看 八月份已经出现 一个很细微的变化 也就是说 该强的并不强 刚刚我说了一个主题 主板不强吧 该强不强 该落的呢 看似落 请问它落吗 不落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些的 近一个月的涨幅 在八月份出现 一个很大的变化 其实我们可以看 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这叫水位 我从主板的高水位 资金有逐利 它是趋利的 它开始往低水位 开始流了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细分子行业的 P1乘以PB的五分位点 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几乎没什么表现 都在一个相对的历史地位 那么假设 我们在存量格局下 是不是我们看到 这个水开始往低处流了 其实我们从这个数据 从八月份开始 已经已经发现了 这么一个水位的变化 也就是说 我今天的主题是硬核的 也就是说 这些东西你虽然看着 最近一个月 其实涨得相对较好 但如果你看这两天 其实它们是跌得多的 是吧 但是其实下跌的过程当中 已经在孕育着 比如大资金的吸筹也好 其实你应该是越跌 越去有更多关注的 而不是恐慌的一种时间节点 但是大的这种东西 其实这两天 你看涨得好的 其实就是银行 保险这些 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 更多的那种操作 甚至是参与的价值了 什么 水往低处流 我们一直都是倾向于 说机会涨出来 这个机会是跌出来的 风险是涨出来的 这是它的一个数据 我们再来看看姬小军 也有一个比较相同的 给大家一些 值得参考的一个数据 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来我们看一下 姬小军给我们分析一下 先从3016以来好不好 我们来就这个对比 3016的反弹以来 你这有个观点说 一半以上的板块 都没有跑上证指数 是吗 这是当时上证指数 对吧 做一个对标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3016来反弹 为什么从3016 因为这是一个低点 上证指数 那么这是一个 另外的话 在这个时候的时候 其实穿买还没有渐行低 对 那么这是我们先去 待会给大家 也会提到这个 穿买的一些股票 或板块 那么现在3016来的时候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有一半 稍微多一点的板块 是没有跑运上证指数 其实这个数据 已经是非常好的了 如果放到之前的 前两波的话 两轮行情来说的话 只有各位数的板块 是跑运上证指数的 这是我们当时所提到的 漂亮50或者是300 那么是这么行情 那其实现在走到今天 其实已经非常好的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板块 放到3016 到T17号去看 可能只有大约 四五个板块 是可以跑运上证指数的 到目前为止 已经上上两位数 这是一个 然后从这里面 我们也能看到 跑运上证指数的 跟它过去的 电子和计算机 这是之前跌的 比较多的板块 那么现在这些板块 走到今天 已经是跑运上证指数了 从这个图上来说的时候 以前差的板块 已经也是出现了 这种机会 跑运上证指数的机会 那么这样的机会 其实是可操作性机会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从T17号以来 我们所看到 整个跑运上证指数的板块 是出现了绝大多数 在这里面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也看到 从T17号以来 走到今天为止 之前在3016以来 走得比较靠天的板块 反而到T17号这张图里面 我们所看到 所谓的银行家电 非银金融汽车等等在内的 反而是垫底的 完全是跑运上证指数 甚至是出现了负增长 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情况 是不是意味着 之前的28格局 出现了这么一个变化 是不是我们现在 变成了82格局 有没有这种情况 从这个板块对比来说 是这种现象已经出现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回到短期的 比如说我们看本周 本周来说的话 就呈现另外一种格局 似乎又回到了3016 大家全都跑输了上证指数 对对对 就大家大多数板块 又回到了 似乎是3016到T17号之间的 那个情况 只有四五个板块 是跑运上证指数的 但是在这里面 我们也看到 突然又出现了 家电银行 保险券商 非银金融 这些板块 这些板块 其实在T17号以来的板块 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微微 那么对应当天的指数来说 我可能更多的是 他们这周的表现 是出现了微微 或者出现了一个超跌反仇 这么一个情况 同时我们所看到的 家电银行保险 等等在这些板块 其实是没有创新高的 对应的商量指数 也没有创新高 只是这里面的板块 里面一些个股 出现了创新高 比如说银行了 公商银行 它是创新高 但家电里面 你去看 基本上都没创新高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回到今天 今天的市场是比较惨的一个状况 从板块的角度来说 基本上是出现一个 整体下跌的一个情况 只有家电和公用事业 是稍微略微翻红 那么长得最好的是家电 那其他的板块 都是出了这么一个下跌 所以是倾向于像家电也好 公用事业也好 银行保险也好 这种都是来 比如稳定这个市场的 还是说大家也在想 万一人家再来一波呢 你觉得不是这样的一种迹象 对 如果是再来一波的话 从指数挡到3305 这个情况的时候 他们应该是要创新高的 但是我们看到 这些指数是没有创新高 只是说在这周的表现当中 比其他板块表现好些 那么在高位的时候 这样表现 那我觉得更多是微微 如果你要去拉 那你肯定是主动攻击 创新高 像工商银行那样 也不会出现 银行里面的是 涨跌互线 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也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板块这个表现的角度 阐明了 可能接下来 会有8.2的这种格局 对对对 就是从提阅时期号的板块 判断来说 我们是看到这个情况 包括我们之前讲过的 创新版的反弹的时间 这个是不够的 包括他现在 这个调整的方式 他采用的正常调整 他没有采取恐慌式调整 那从这个王立明 你的角度 其实你看 他们俩的角度 都是说8.2格局 应该可能在 接下来会展开 对对对 但是现在我们好像看到 比如最开始看的是创50 创50现在好像似乎 有的有止跌 但是有的还在跌 对 所以是不是还没有 一个明确的信号 对我结合 上面两位的一个分析 我觉得刚才也边看 边在想 我觉得现在这个行情 也许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呈现这样一个特征 两个字的话 就轮动 但是它轮动 分层次分结构 对 既有大家一直在谈的 就是28 就大的板块之间的 一个轮动 更多的 如果把它精细化的 往下分的话 下面在权重里面 也有轮动 刚才季晓军说的 就是为什么短期之内 家电最近又在 对指数贡献很大 就是因为它调整的 时间最早 而且相对幅度 还是相对可以的 所以在调整 相对到位以后 轮轮轮轮一遍 看到又轮到它 来对指数产生新的贡献 但同样的 在小票里面 它也有一个轮动 就是说 有可能这个轮动 有好多层面都在轮动 这也是各个轮动 它的节奏快慢 有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才会产生 全市场这种 所谓的打个引号 就是说 有可能是 看看没机会 还是有机会的 看看实在是有机会 那也比较难操作 因为它这个 三个 如果我刚才总结的话 三个轮子都在转 这个时候其实 有时候 当然被权重骨吸引 想去抓权重骨的轮动 这个时候 其实权重骨的轮动 节奏有可能 已经踩不准了 那创业 中小创的节奏 其实看似 有明晰的一个节奏 但总是你刚才说的 创武林 想去布局 有可能 至少你要耐心 等个两周 对吧 才会新的动 所以我觉得 总结下来 既有大的一个 二八的轮动 那其实权重 跟小派里面 也有个轮动 三轮轮动带动了 你指的三轮就是权重 就指大金融是吧 然后大消费是吗 然后是中小创 中小创 这是三轮 还是说是大金融 它是这样 第一个轮动 是更高层面的轮动 就二八的轮动 二八轮动 就是二里面也有轮动 八里面也有轮动 所以三个轮子同时转 它其实是一个 这个有结构 你现在倾向 已经转到哪里了 是转到了八类的 今天的盘面语言 包括这个赚权效应盘口 的特点来看的话 就有可能短期之内 权重里面的轮动 是已经调整到位的 会接下来会对指数 不是说有多大的 上涨贡献 至少它是下跌的过程中 它会稳住 而在 那我们更多的关注 是在小票里面的轮动 有刚才说的 有可能上周我节目中 把一些就所谓的 之前有人气的 这个创业板里面 一些权重也裂了一下 有可能过去之后 它是有调整的 未来有可能 接下来它会带领 市场的转型效应 慢慢出来 好 稍后我们会来 从盘面的这个角度 比如说次新的聆听 对次新行情的影响 对于市场的影响 包括联通的大跌 是混改 是机会 还是说可能短期 咱们这个行情要修一修 一会儿从盘面的角度来说 接下来咱们进入到 今天的金色六点半 因为刚刚其实 也和大家分享了 有很多人已经开始 和我们互动了 行情其实现在真的是 挺难操作的 有点无聊 咱们来聊一聊 看看大家更关心的是什么 我这儿已经梳理了 编辑给了我几个观众的 想要知道的 一个是提到了 现在指数看着不错 但手里的票很难赚钱 以后我们来说怎么办 还有一个问的最多的 其实还是跟混改有关系的 说当初我们都分享了 股权分质改革的成果 现在也特别想分享 混改的成果 但是问什么 操作难度这么大 怎么办 你看还是更关心混改的 王立民怎么看 对 因为股权分质改革 在老股民心目中 其实记忆游行 因为当时其实在 赚钱效应还是非常好的 很多的老股民的 第几桶金 第N桶金 都是在这个 股权分质改革的 这个行情中赚了 就是07年这波 那其实同样 有改革两个字 那混改 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无论是 影响面也好 还包括 其实所涉及的标的范围来 因为之前的股权分质改革 是基本是全市场 而混改是有限标的 对吧 就是大家其实网上 可以搜一下 它最多几十个 相关的上市公司 那我觉得这个 从影响力的下不同 那关键刚才提到 为什么会比较难操作 难度比较大 那我觉得一个是 其实最近行情的特点 就是这样 刚才说三个轮子在动 其实原来只要 关注一个轮子的节奏 有可能现在三个同事在转 这是市场环境决定 第二个呢 其实也是一个 就是存量博弈的过程中 对 因为混改这个 这个提法 包括那个市场上的 这个就是对它的一些关注 其实很早 这个由来已久 那过程中 其实目前 即使有联通的 那个之前的副牌出来 冲高回落以后 其实对混改整个板块 其实有一定的 所谓的一些 心理层面的影响 所以总体上 一句话概括的话 其实因为市场环境决定 目前混改的 超速难度比较大 如果要操作 那就要忍耐 要能够忍受 等待的痛苦 那如果说 那个 就是仅仅是看看的话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实大家想要去操作 这块机会 但是市场环境不一样 不一样 以及虽然大家都是说 一个是股权分支改革 一个是混改 但是其实本质上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所以操作难度才这么大 你给的建议就是 要想做 你只能忍受时间成本了 是吧 就埋伏里边了 是吧 当然准确率啊 成功率啊 不确定 可是市场安全边境是有的 对 今天盘面中也有两个 其实虽然 哪两个 一个是洛阳玻璃 一个天津磁卡 其实就是有这个所谓的市场 对它的混改的预期 但是你想 几十个里面学两个 那有可能在几十个的标的里面 这个概率来说也是不高的 所以这个需要既有运气 也有一些耐心的成分 操作难度很大 其实咱们现在市场 不仅是混改操作难度大 整个市场的操作难度都大 所以有观众就问了 说为什么指数看着不错 可手里的票就很难赚钱呢 但是刚刚前前好像说 四弱非弱是吧 那为什么大家都不赚钱 刚刚我们已经看到 我们那三天的数据了 对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调整的时候 近三分之二 就我们可以看 近三分之二的股票都在下跌的 对啊 而且连续跌了三天 那么当然大家觉得 不赚钱 我赚了指数不赚钱 这我们可以看到 复盘的指数的 但是呢 如果你累计跌了三天 我感觉就 我们身上就会有感觉了 这个累计跌幅还是比较大的 有的比如说我每天2% 每天2% 加起来就进行5%到6%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赚钱 所以大家有很大的一个情况 但是为什么说它飞落不落呢 其实我们还从一个环节来看 节奏 节奏 为什么说节奏 我们知道股市有轮动 也就是说上涨有轮动 下跌有轮动 什么叫轮动 就是我先上涨好以后 我先调整 调整完 我再次上涨 这一般是我们可以看到 是一个健康的节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前期的一些中小创类个股 已经出现了一个 很明显的抗跌了 第一个 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正经概念股 就我们一直 大家已经很长时间不说了 有一段时间不说了 正经概念股 比如说我举两个 我们看到标题 第一个东方财富 大家也可以看看 昆仑万围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塑胶科等等 华策影视 汤城被剑等等 这些在前期 半年报披露出来 一二期报出现一个 增仓的一个动作 这么一些单块 那么另外一个 大家可以发现 最近还有一个疯狂 大家去发现一些 养老金和QF 在一二季度出现 增持的一些股票 也是在最近出现了 拒绝下跌 甚至我们看到 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底部的作用 所以等会我会 后面具体来说一下 这一块的逻辑 你想说的是 现在指数看着很好 但是股票不赚钱 是因为节奏 是在变化和轮动的 过程当中 是吧 之前谁先涨的 所以谁先跌 那也就是说 之前其实中小创 可能反弹得更好 所以它先调整了 你会感觉到 这一个星期 最近一段时间 你不赚钱 但是跌完了之后 是能起来的 是的 什么 就是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你觉得短期就会 重新恢复到 有赚钱效应的市场表现 是吗 今天可能 我有个大胆的判断 怎么说 我觉得 如果快点明天 甚至于下周 周小创将会出现 一个明显的走强 就明显的走强 明显的走强 今天这是我一个非常 观点非常鲜明的一个判断 稍后我们来说说 选择的问题 这是观众的一些问题 再来看一个 还有人提到了 这个临庭 这也挺有意思的 之前也在说 到底中科信息几个庭 大家三个不敢去做 因为怕四个庭 四个更不敢做了 五个庭 结果发现今天才庭 这个问的是 太多的临庭 对短线资金影响 比较大 政策的标准 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 能不能透明一点 这是观众朋友 有种心声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这种会影响市场操作的 这种活跃资金的一种举动吗 怎么看 一说到这个 大家不敢说了 没什么声音了 对 中科信息它其实 九个交易日 八个涨停 从体上来说 其实已经是突破 之前市场普遍预期的 所谓的对涨停 这个板的预期了 已经超预期了 今天其实中午收盘它出来 而且是从公告 仔细解读公告的话 它也不是交易所 给大家特听 它其实是自己 就是公司申请 自己公司看不下去了 对对对 它说停一下 我觉得这个其实 虽然下午盘面 刺新股受此影响 有一些回调 但是该强的 有极个别还是很强 但这个其实是一个盘面形态 为什么刺新股之前 在相对行情 比较震荡纠结的时候 它挺出来呢 我觉得有它道理 因为它相对盘子小 容易掌控筹码 第二个 其实也是一个 无奈的弱势之举 弱势之中间 才会炒刺新股 如果行情非常全面开发的话 有个刺新的效应就会减弱 所以总体上 刺新今天是一个盘面信号 有可能未来段时间 刺新股的炒作会有所坚稳 但是观众的问题是说 它不知道几个停 也许要 就是它想要看到 中国信息 三个涨停的时候 也许可能大家有兴趣去做了 因为难得出现连板 甚至是三个 但是它不敢做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知道 什么时候停 你觉得需要透明吗 这个东西 这个我觉得 其实是个市场行为 那有可能 因为行情不同 对涨停的融融的板数也不同 那我觉得现在 定一个标准 反而是就像客舟球件 有点刻板了 那无论是 这个其实不建议大家 去做一些连续板的 这个超强的磁性 那我觉得更多的 这是一个市场的信号 可做一个接下来 是不是专心相运 会减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参考依据 好 这是几个观众朋友们 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我们截取了一些 稍后我们会来重点说一说 今天市场当中 表现的一些品种 还有细节 以及选股的思路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第一财经 今日股市微信当中 招募的瑞投顾 只要您是有资格认证的 投资顾问 都可以在有看头上面 一视伸手 因为现在在每天的 17点57分 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板块 来滚动播出 大家的收益率 并且也会采访到 这些操作比较好的嘉宾 他们的投资思路 在当下 为什么能够取得 这样的收益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选股 你势赛必得 得心应手 手到前来 看盘 你举重落轻 轻而易举 举世无双 挥舞你的点金之手 燃烧你的投资之魂 最强投股擂台 已为你升起 不服来战 报名入口 请扫二维码 好 欢迎回来 欢迎大家去踊跃的报名 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数据 其实最近两天一直在说 成交额比较大的品种 可能会指引市场的方向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 这是我们今天收盘做的一个统计 今天成交额最大的个股 前十 中国联通73亿 方大碳素50亿 科大驯飞39亿 中国平安31亿 干风礼业24亿 中国旅渔 四维图星 铁龙物龄和北方稀土 都在19个亿之上 其实很有意思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 最火的大家看的是谁 混改 对吧 联通 早一点看的是谁 方大碳素 是他先开启了资源 以及涨价的这波行情 方大碳素 在涨了一段之后 其实是谁呢 北方稀土 从后你看到了 北方稀土 圣河资源 广盛有色等等的 他们都是代表着一个板块 持续力 以及活跃资金的一种选择 和做下去这种品种 有没有持续性的一种表现 然后随后有谁呢 中国旅业 干风旅业是一直都强 因为它是一个趋势股 中国平安是当指数 需要比较稳定 甚至冲关拉升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它的身影出来了 随后呢 我们看到 钟小创为什么强 科大讯飞 其实他有一段时间 是高位盘整 而且缩量的 当他出了他的中报 而且也有了 上市公司的直播之后 突然间就打出去了 而且是连着掌带动了 钟小创 以及戈尔 大华等等 随后还有一个就是 思维图形 也打出了空间 另外一个 铁龙物流 就是混改当中 除了连通 相对来说 表现最好的一支个股了 你看成交额最大的 都说明了市场的主线 所以这是不是一个 很好的 让大家关注的一种方法 如果这些主线 还能够再打出空间 就表明这些题材 或者这个板块 还会活跃 如果没有 没有新出来一个品种 它的成交额比较大 而且有响应度的话 就表明市场的操作性 在下降 你们怎么看待这个数据 对市场的这种 一些指引 小军怎么看 因为从这几个 大家看 基本上这些股票 最近都是跌的 跌的比较多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其实人家真的算还好 就是说 现在还可以 但是如果说 我们平常看资金流的话 更多的是看 资金净流入的这一块 资金额都最多的 净流入额最多的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 来去看的话 更能看出短期的一些机会 其实这些股票 在 至少从361来 是我们看到 都是进入过资金净流入的 天使命的 如果说成交额来说的话 它只是根据盘子的大小 所占用的 这个比例来说 是 你看到是这一块 但是我们 看到这些股票 你刚刚列举的说 这些股票 都是被炒作为一波的 如果现在 投资者再去接 没有资金关注 怎么会有炒作的这一波呢 对对对 我觉得更多的 可能接下来 可能大家就不要 把重心放在上面 它可能更多的是 一个指标股 因为它要调整 你要看它是不是 大盘是不是要调整 结束了 这些股票是不是调整 深度足够深 那我觉得这个 可能是一个参考的 一个意义 更多的可能还是在 资金净流入这一块 去填实名 你去看 每天去看 那比如说像今天 你也看到了 流入前实名是谁 昨天流入前实名是谁 这些股票 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可能都会有好的表现 特别是从底部起来 你是看资金净流入 对对对 好 我们看看田青版 如果按照你说的 比如中小创 可能会接下来会轮到 可是我们知道 中小创 其实它的成交额 肯定不会排在 今日成交额最前的 只有一些像科大 这种四维图形 毕竟盘子相对来说 比较大的 所以你觉得 现在有看到一些品种 是会接力上的吗 还是说 其实你还是要看 这些成交额比较大的 能不能再起一波 我觉得 其实大家 其实每天我们看到 无论你有哪个软件 你都能看得到 其实资金的一个 成交额的排名 其实有一个 很大的局限性 因为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 有的时候常年 像一些大盘股 银行股 保险股 会出现在前面 所以我们要里面 去找标杆 举个例子 我平安 就是我武林的标杆 对 甚至于我以前的贵州茅台 对 同样的 比如说我方大探数 是我资源股的标杆 我们看 每个人都会有个代表 他就像我们看 推选代表一样 科大讯飞 四维图形代表什么 智能的标杆 就是我们走上的小飘 龙头 成长股 好 接下来我们要去 衡量一件事 我们不是一个 纵向比较 而是自己跟自己的 衡向比较 怎么比较 举个例子 假设我科大讯飞 我前日的成交量 今日的成交量 明日的成交量 这三个成交量之间的变化 跟我所走的 走势之间的叠价 一般来说 我量价起升 那是好事 要起航勤 如果我现在 大家可以看 现在就是一个调整 跟横盘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去看 他们所代表的 某个集团里面 他们自己的表现 如果假设 我明天的平安 继续走强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可能金融股 50带动冲关了呢 我们有一个信号 假设 我放大探数走强了 是不是举个例子 我们资源股 是不是又重新走强了 这又是个信号 第三个信号 假设 我科大讯飞 四维图形走强 是不是意味着 我小票又起航勤了 所以大家要去看 跟自己的比较 就是说 我所代表的集团 我自己跟自己的比较 这是一个 很明显 我们所称的 盘面资金的一个选择 因为 由于这些盘 我们看到 平安的盘子肯定很大 我没法跟 再怎么样 我看来 也不可能超过 它的成交量 甚至于 我超过它的一个 很明显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看 他们之间的 细分的行业 所以接下来 我有个判断 就是说 大票呢 还是会维持 高位的震盘 而小票呢 却是我们后面的看点 所以接下来 大家看两个标题 一个是科大巡费 还有一个是思维图形 所以你刚刚说的 就是我们想说的 就是这些都是 每一波行情 或者说每一个板块 领涨当中的龙头 所谓的龙头 不是说它的这个 每天打板 每天涨停 它涨幅有多少 当然最终你看了 就资金加坡 最踊跃的地方 其实它就代表 一种方向 所以你是建议 大家关注一下 科大和思维图形 就是这一类的 中小创也好 科技成长也好 能不能再起一波 我们稍后来说一说 选择的问题 这是给大家 一个看盘的一个思路 但是具体的选择的方向 应该在哪里 一会儿来回来 听听他们的观点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操作 刚刚几位王立敏 也是看好中小创 尤其也刚刚提到了创50 其实创50也调整了 创业版都调整了几天 当然这些品种更是体现调整的 你觉得现在是可以关注的时间点吗 刚才我想到 就是刚才看那个前十名 我在想背后的资金 因为一些如果能进成交前十的 更多的其实是一些机构资金 或者刚才说QP 包括一些大资金 博越资金 对 这个其实就顺理成章了 那中间如果 刚才除非有些是 其实是中小版 中一些是权重 或者创业版的权重 这个其实是它的稀缺性更大 因为如果你说 本身是上阵50 再入前十名就顺理成章了 但如果说本身 它是一个小版中间的 因为最近换手率上来了 进入这个 比方说前十名或者前二十名以后 这个关注度应该比正常的 它权重 本身就在前市场 前二十名要更关注一些 第二个我来谈一下 就是说操作机会 其实刚才前几节也说到了 一个刺心 那今天虽然上午 这个中午收盘前 其实有一个比较刺心的龙头被停牌 这个总体上对刺心 未来段时间的炒作 其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但总体上我觉得 在目前相对弱势的情况下 就是这些刺心的一个转捐效应 包括它的一个连续的上涨的幅度 都是一个检测市场 转捐效应的一个重要的佐证 如果它强 有可能市场转捐效应还强 如果它突然说降下来了 有可能市场又会出在一个观望 或者说选选接下来 是不是可做什么 这个时候就是市场会出在一个 转捐效应的增工期 但是最近的一些主题的题材方面 也有些机会 包括像环保 像包括智能 还包括像这两天的 有极个股的一些混改的行情 那我觉得这些虽然在 他们是今天涨其实是逆时涨 因为大盘指数收入率 他们其实是有一些涨停 或者说整体有一些小小的板块效应 那我觉得这些 如果说具体的 就是未来一段时间短期之内 我刚才列举的一些板块 短期之内还有一些余温还在 有可能短期还会可以继续的一些布局 那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在操作层面 除了刚才谈到的 就是说如果说在 如果成交量 之前我们谈过换手或者量比 全市场如果排前30名前50名 中间跟它本身的 所说的板块不符的 或者说有些超预期出现的 这些应该更多关注 比方说在成交前20前30里面 出现了一些小股票的声音 这些或者说之前前两个月 前两周没出现 今天突然出现了 新面孔 或者说跟它原来处的板块不一致的 这些超预期的那些个股 如果跳出来的话 这个应该就是如果操作层面 如果无论是转短期的 拨一些短期差价也好 还包括 其实有些像科大讯费也好 或思维图讯也好 它其实不是太短 它有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波段 其实短期的涨幅 其实叠加的一个 就是比方说市场的关注度也好 成交量的方大也好 它不是太短的短期操作 而是一个有一定幅度的 一个波段的操作 所以这些里面 大家日常在收盘以后复盘 其实可以用这种思路来选 好 来听听田青的吧 田青的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思路 你刚刚说是正经时故 对的 这是现在当下最主要的一种 选择标的的思路吗 对的 所谓正经时故 我们有一个严格的定义 大家去看 叫做新进 它既不是增持 也不是我原来就有的 是指在一二季度新买的 也就是我们在半年报 披露出来以后 即使到8月16号 根据公开数据 我们一共有23家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一个行业的一个分布 其实大部分的行业是分布在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中小创的一个 各类的一个细分子行业 有电子 计算机 通讯 传媒 占了一个大多数 计算机三个 通信两个 传媒 化工 农林牧鱼 房地产 有色金属 交通运输 电器设备 对 主要是这几个 接下来我们来看 它的那个23家里面 有14家是在中小创 创业版我们可以看到 有10家 中小版有4家 大家可以看 都是基本上 前期而出能详的一些品种 那么这些品种 从走势上来看的话 这两天基本上是 已经拒绝下跌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底部起来 也基本上只有在20%左右 它是根本没有走完 一个全部的波段 所以在后期 我还是比较看好他们的 那么除了政经以外 养老金录式的一些票 它是就比较稳健 它一般选择会是 主板的一些中盘的票 这个我们由于今天篇幅有限 就不说了 最后还有一个板块 还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看到 前期经过非常多的 技术调整的新能源汽车板块 无论从最上游的孤矿链矿 真正有需求的一些板块 报中游的一些新能源电池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继续关注特斯拉概念 这一类是属于 应该算是其实比较强了 因为我们刚刚看 什么干风锂业 包括你刚刚说的 华友孤业 就是锂矿的这种的 其实他们一直都走得很强 你是觉得说有需求的 其实它会一直持续下去 无非就找个更好的买点的问题 你可以一直持有 但如果说你先进的话 你会建议大家去做 正经二季度新进的这些 中小创的个股当中 你觉得短期就是一个机会了吗 因为之前看到他们涨了一波 然后又回调了 我们担心的是 大盘如果调 创业板调 它不得还要再调吗 你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我们所称的 一个业内的一个机构 操办手的一个经验 如果我对一个个股 或者一个典型的 如果我要进行一个 中长期运作的 其实在底部拉起来的时候 回调到我三分之一的位置 基本在底部 就是我的一个机型 一般的我不会 离我成本去太紧 这是一个经验 那么另外一个 其实大家从盘面的细节 就已经看得出来了 其实我们可以推测 一二季度的政经的 大体的成本在哪 就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是在这个 不会差很多 不会有正负5% 已经很多了 所以基本上 我们是跟政经是 成本不会差得太多 其实大家用一个 博弈的思维去看 如果用博弈的思维 我之前也有听 有嘉宾是这样的观点 政经会让你跟我的成本 是在同样的一种水平线上吗 是吧 然后要挖坑呢 还要再挖一个坑呢 是吧 当然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 是不是大家可以去关注 这是至少中长线 或者下半年 一个比较明确的思路 来 季晓军呢 你的操作的建议是什么 明日吧 咱们说说明天的 明天的是吧 因为从明天来说的话 上证主动才刚开始调整 创业板已经提前调整 大家先等的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行情 感觉创业板的行情 还没有节奏 中央创业行情还没有节奏 可能会有一个延续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一个 悄悄板的一个效应 是不是再会出现 就是上证条 然后创业板可能会起 对对 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现在看 创业板的话 20日均线支撑 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也就20多个点 从创业板这个调整幅度来说的话 可能就两个交易日 也按照目前这个调整节奏来说 就两个交易日 也可能在下周 又可能就到了 就下周的一个上半周吧 就可能到了 但上证主动 如果从调整的节奏来说的话 可能是不要等到下半周 可能才能调整的节奏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节奏 从板块来说的话 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 要买中小创的股票 可能更多的选择哪些板块 那其实刚才我们 从板块角度 也给大家分析了 从7月17号和3016来看 那么整个出现了 这么一个情况 异动的状况 就是在3016的时候 跑出上证指数的板块 有一批跑赢上证指数了 那这批板块 肯定是资金介入了 第二个 它们出现这种拉伸 肯定是资金在里面 那么在出现回调的时候 刚才前期也讲了 是不是回调了三分之一处 那对这些股票 大家是板块是可以关注的 对这些指数 如果回调了它 当时的三分之一 这是一个极限 那可能就是一个 好的一个机会 那么对个股来说 也可能是 也可以参考这样的标准 但我更多的可能是 还是选择 可能目前走的 比较最强的是计算机 随后是这种电子 然后是通信 通信是因为被中国联通 拉下来了 所以今天是跑输了 这个上证指数 那否则的话 通信也是蛮强的 所以你建议大家是 通信 电子 计算机 包括传媒也可以 因为传媒是 这波反弹 其实是一个领头标记 然后但是传媒 在最近的 这一两个周当中 是持续的一个 整理或回落的过程当中 其实它反弹早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华语兄弟 记得就是它 因为它起来了 所有光线传媒 等等把传媒带上起来了 所以说我觉得 这里面也可以去 从板块 从这个巴里面 轮动的话 它可能也会有所表现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给大家抽奖 可以抽取一位幸运观众 获得由非科智能电器 因为提供的精美奖品 我们请大批鼓动起来 看看是哪位幸运观众 好 停 好 恭喜尾号943的观众 我们的工作人员 会尽快和您取得联系 另外大家也可以直接来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这是我们有看头的 一个讲师团 那么扫描二维码之后 大家可能更多的跟随我们线下的 有看头的分析师的讲师团 让您去看清每一根K线 看看在操作上 能不能给您带来一些思考和帮助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 明天可以申购的新股 这只新股是天安新财 732725的申购代码 9块6毛4的发行价格 14000果的申购上限 明天在盘中 大家记得去申购一下 在微信上 其实还有很多观众朋友们 想要和我们继续来聊 我们以后也会有时间 和大家实时地去交流 有一个朋友是提到了说 333就好像是一个顶峰一样 就怎么都上不去 只能远看 还有一位朋友说到的是 这两天好的 一个是ST 一个是刺新 刺新其实源源不断 本来就没有什么稀缺性 不知道为什么炒 ST呢 也不知道大家 这个炒作的理由是什么 好像是不是弱势当中炒ST 是吧 有一点板块效应 因为相对 就是它逆势嘛 强的话可能早些成长 或者前期进攻性很强的 弱势的话会相反 就会有什么好处的